Hotel 住Hotel就住得多了 但在香港住Hotel就真的是第一次 以Share Room為賣點的這間新Hotel 位於香港仔田灣 房型由二人房 才可以開Party的十四人房都有 重點是還有一個24小時開放的common area Hello Hello 上星期天我們有Poker night 我們可以玩Poker 那Manager就跟我說 原來這裡每一晚都有五套主題的活動 Can I join? Yes OK 他在一間房間有兩個洗澡房 然後我放了一張床 八號床就是我的床位 一樓和二樓都是Hotel的公共空間 有齊基本的設施和設備 如果上面的活動都不適合你的話 你可以自己在這裡寫一張 我剛剛都試了 那我就寫了 看看今晚有沒有人玩Board Game 或者一起看一下電影 不知道是不是Hotel太新了? 射了整個下午 都只有小貓三、四隻 快到7點了 他們已經準備好一些畫板 等齊人 幸好晚上的活動都有人在 很快 這個好像不錯 我是用力度研究到 力度的問題 是怎樣 有些力度要大力一點 這樣才能上升 第一次玩Art Jamming 看著畫慢慢成形 有多有趣 我已經感覺到自己的價值是零 讓大家看看 還沒辦法說什麼 這是老師畫的畫 同學的作品 登登 我們現在準備去吃晚餐了 就跟一個來自South America的男士去吃 然後問他想吃什麼的時候 他竟然跟我說想吃大塊 I need chips, not tasty OK 吃完飯 Carmen Area依然熱鬧 看電影玩Block Game直落 莫非Backpacker住的Hostel 都是越夜越精彩的 我們不知不覺玩大富翁 已經玩到差不多 凌晨1點了 就是我們發覺原來外國人 是很執著在規室那裡的 他看著微笑看了整晚 後面很適合睡 今早晚玩一下 都玩到現在凌晨2點多了 我要睡覺了 早安 各位 拜拜 明天再見 第二天早上睡到10點多 收拾東西就check out 總括來說 200多元的價錢 在香港住一晚都不算貴 設備和服務加了不少分 但地點方面 就不太方便了 它是很遠 從 Central 從Colon 但我認為 可能 在某些地方有同樣的錢 都不得了 同樣的工資 而且 每天 都嘗試做活動 例如看電影 像畫面 或露燈 或露燈 或露燈